新加坡时间2025年4月2日周三晚间的6点08分 庆明雨落私故人清烟一缕即申请 适者安息深者安康 人生烟火温暖相守 前路皆坦途 祝大家庆明节安康 这里是加密阿法 虚旧未见盛世想念 有不少观众老爷的话在群里问 有关于T查的空头领取 有些详细的规则他还不清楚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期 KYC教程 跟随我们的脚步来做的话 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一个资格 那在这里的话要说明 首先你得做过这个项目 并且有一定的积分 如果你没有积分的话 你做这个KYC教程的话 其实是没有用的 简单进行一下账户的登录 登录完成之后呢 在我们的最顶上这边有一个设置 那这里的话也有一个空头的标签页面 点击一下 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个人信息的设置栏 在最下方我们将页面下拉 只要这里显示 Elegible就是有资格的 那说明此次的空头的话 你是可以刮分到一定的代表奖励的 那具体的数额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做了 那我们跟着这个交损往下走 那首先的话是要先去设置到一个对应的测试网网络 然后这边的话将我们当前的这个所得的信息全部都复制到我们的小狐狸或者OKX的钱包当中 那添加网络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的话以OKX为例啊 因为小狐狸最近非常的坑啊 越更新越卡 越更新越卡 那我们这边的话使用到OKX 然后这里点击下网络 自定义网络 点击添加自定义 将我们当前的这一个文本信息全部都复制进去 在这里 不用担心我们会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都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当中方便大家的使用 那同时我们返回到最开始的这个页面啊 就是我们将页面下拉 这边不是有个绿色的按钮吗 点击一下 然后去勾选相对应的条件 那这个条件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代币发送到EVM的钱包当中 那这里的话就将我们的OKX钱包地址 进行一下复制 那这里点击一下复制 然后这边的话去进行粘贴 然后确认这一个地址没有错 然后点击一下 这个样子的话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那么对应的我们再去下载一下ZK Plus的插件 那这个的话还是要必须下载的 那这里我们先等待它的反应 点击添加自我们的Cream的游览器 下载完成对应的插件之后呢 我们来到第四个步骤 实际上就在这个方向上绑定我们刚刚的钱包 那也就是EVM的钱包 那这里的话它仅仅只支持到小狐狸 所以我们就只能使用小狐狸来给大家作为演示了 然后这里呢一开始会有一个手机端的扫码和桌面板的 我们用桌面板的进行连接就好了 然后再次点击一下就是签名 它这里连接成功 我小狐狸钱包的地址和我OKX钱包的地址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两个方向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到自己的getup账号进行登录 也可以不使用直接输入用户名 另外在这个方向上我稍微快一点给大家过一下 刚刚我们连接的钱包的话 以及添加的网络都是建立在OKX钱包上 那这次的话我们要建立在小狐狸 因为刚刚的那个登录方式只有小狐狸可以登录 OKX没有办法支持 那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KYC的页面了吗 在我们的左下方设置的这个板块点击一下 找到begin KYC的这一个按钮点击一下 那这里的话勾选一下 那么我们选择到币安的账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核验 这里的话要稍微等待一下 反正它这个认证其实是比较快的 但是它网页打开速度很慢 打开币安账户的页面之后 你会注意到下方有个 我们刚刚下载的ZKPath的插件 然后这里的话进行一下start 然后它这里会核验 我们这边有没有完成对应的一个KYC 然后我们只要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 KYC认证成功之后 我们对应的会自动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 只要它这里显示到一个绿色的勾号 显示到完成 就代表着我们今天就已经成功了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ch Ga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OK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空头资讯分享化解 首先是第一个想 BeamAble 鉴于目前网页打开速度比较慢 我给大家稍微快速给大家 就是过一遍更新了什么具体内容 首先是积分的板块 它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BMB 很可能是作为未来 就是后面空头发放的一个凭证 这个分数越高 肯定得到的奖励就会越高 目前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 除了每天的签到 注意一下 在这个标签页下 点击每日的签到可以获得一个盒子之外 这个盒子是可以开出这个BMB的积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继续做之前没有完成的这些任务 在这个方向上 这个板块的下方才是任务的板块 那么它的兑换比例是1000的分数 兑换一个箱子 那一个箱子的话可以开出BMB 那么大概就这一个 那很多观众老师会好奇 那上面的这个是什么 上面的话是邀请 如果你邀请达到10个人之后呢 也是会给你到你1000的BMB的积分的 然后同时也会给到你这个对应的points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是更新的一个具体内容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虽然它尽管它这边任务很多 但都是假任务 只要去按照我那个方式去做就好了 很多观众老爷可能第一次看我视频 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没关系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任意点开一个任务 然后不去做它 直接把这个页面刷新 就可以拿到它那个奖励假任务的就是了 那比方说我们点开一个 那网页比较卡了 你还请见谅 点击一下 然后它会跳转到一个新的页面上 不去管它直接插掉 然后这边的话进行刷新 它这里的话 等一下就可以收集了 只要它亮起来就可以收集 那我们等待一下它的刷新 然后这边的话就已经显示了 显示好之后呢 去把它收集到 多点几次也没有关系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千的分数马上去兑换 对应的一个箱子 建议大家的话十连开不要一次开一个 接着我们来到ABS 那么它在这一周的话又出了一个新的会章 这个会章的获取方式 其实我个人认为门槛是比较低的 你只需要通过玩游戏就可以了 那很多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去参与 没关系 我们为大家整理这样一篇教程 包括在视频的后段 我们会为大家整理一段视频 这样的视频的方式呢会更加的流畅 那现在我开始进行讲解 首先点击一下GoToApp 我们会来到对应的这一个教程文档 这个Notion的话是由官方来整理的 所以你怎样获得会章的话 都是可以通过看这个教程来的 然后它下方的话是具体的会章一个获取方式 首先第一个步骤的话 点击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会来到当前的这一个 一定要绑定自己的ABS的钱包 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绑定自己的ABS的钱包 绑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会就是你会看到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页面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再返回到这个教程 它一直是显示绑定 然后直到这一个点击到website 我们这边的话新 一定要点击一下新标签 不然的话它会在这个当前页子上去进行到一个跳转 所以一定要点击这个一个 然后我们这边等待它新的页面打开 打开之后呢不用管啊 也不用担心这个什么email的填写方式 直接点击一下右上角 点击play now 然后我们等待这个游戏的打开就可以了 那由于现在参与这个徽章的人很多很多 所以在这个页面上一定会出现卡顿 通过这个卡顿的时间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赘述一下 这往后的话应该要怎么去做 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的话 你会要求就是用自己的email来进行登录 那email的话一定要是可以接收到验证码的email 任意一个都没有关系 因为后续的话有个验证码需要输入进去 输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来到这个当前的游戏里面 找到这个感叹号 然后这边的话可能很多观众也对这个英文不太感冒 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会更加的简洁明了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做到感叹号之后呢 就可以按F进行扬帆启航 然后选择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模式 选择这一个 然后再是选择到一个公司身份 然后加入船长的船 加入之后呢 帮助我们的船长完成分配的任务 你可以获得奖励 实际上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选择一些大炮 或者是炮弹 并重新装载 然后就攻打敌方的船 每攻打一艘船 或者是击杀额外的一些物品奖励的话 都是会体现在这个头像下方的这一个 有明确的指示的 我们可以获得到对应的MXP 如果你只要获得1的MXP的话 你就可以返回到这个页面认证成功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等待这一个页面加载了 确实是比较慢了 要耐心等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